到萨贝宁一朝拒绝妻子的AA制生活 才明白双伤超高的她凭什么能拿捏外国白富美 萨贝宁的妻子李白从小锦衣玉时 还是吉尼斯纪录的认证官 自从她跟萨贝宁结婚后就提出要AA制生活 萨贝宁却直言既然已经嫁到中国就应该入乡随俗 更要按照这里的规矩生活 其实在和李白结婚之前 萨贝宁对待历任女友都这么强势 第一任女友清华学霸蒋静 本来是在最美的年纪遇到了最对的人 但毕业后二人还是因长时间异地恋分手 而央视主持人图金伟和萨贝宁 也有一段长达四年的恋爱 被称为金童玉女的两人原本感情稳定 但奈何图金伟坐上了富豪的豪车抛弃了萨贝宁 这段感情最终也没能开花结果 之后萨贝宁消沉一段时间后努力打拼事业 在主持节目时遇到了国际影后张子怡 彼时张子怡正值颜值事业巅峰期 在国际上也有着很大的影响 萨贝宁第一次见到她就心生好感 在能力上势均力敌的两个人从头到脚了般配 于是萨贝宁和张子怡很快就走到了一起 她还曾在节目中公开成人恋情 即使外界并不看好两人的感情 但他们高调恋爱从不遮掩 2013年张子怡的电影《一代宗师》获奖 萨贝宁就写藏头诗祝贺 不仅转发博文祝张子怡生日快乐 支持女友的事业还会叫她甜心 而两人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时 却遭到了张子怡妈妈的反对 她认为萨贝宁只是个小小的主持人 根本配不上自己的女儿 最终两人不欢而散 从那之后萨贝宁的微博再也没有新动态 而她也有很长时间都处在空窗期 直到2014年萨贝宁参加吉尼斯之夜 李白则是吉尼斯的裁判 虽然乍一听不知道这个职位有多优秀 事实上这个位置全世界只有六个人能担任 并且李白的家庭优越父亲是富豪 而她本身也足够优秀 不仅从小成绩名列前茅 还凭借过人的经商头脑买了一套房 更是靠实力考上北京大学 然而如此优秀的李白却对萨贝宁一见钟情 还主动找到她借着学中文的名义 加到了联系方式 他想学中文 我说我免费教 那时候不知道他中文那么好 那他还要跟你学中文 两人相爱两年甜过初恋 但这段感情却再次遭到女方家人的反对 而李白的坚持终于修成证 但由于他从小接受西方教育 婚后打算跟萨贝宁实行A制 结果萨贝宁强烈反对 更是把自己赚的所有的钱都交给妻子她 长时间下来李白也不再执着于A制 从一个杨媳妇完全蜕变成了中国媳妇 他和萨贝宁之间怎么不算是神仙爱情